俄罗斯跟乌克兰边界的情势持续紧绷 俄罗斯甚至被指可能入侵乌克兰 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丁警告 俄国准备采取军事技术性措施 来因应西方对旧乌克兰冲突的不友善行为 有分析指出 这是普丁首度暗示可能爆发冲突 俄罗斯近期频频受军事肌肉 表面上冲着乌克兰 但其实建制北约 普丁在最近几周持续指控美国及美国领导的北约军事联盟 在俄国边界挑起紧张气氛 但21号的评论是他第一次暗示可能爆发冲突 而普丁一再强调俄国没有密谋进犯乌克兰 并要求美国与北约就俄国安全提供法律保证 还要北约停止向东扩张 并且不能在前苏联国家建立军事基地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也提出警告 如果西方拒绝对俄方提出的安全保障建议作出回应 俄罗斯将考虑包含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 核武等所有的应对方式 一切都取决于西方国家的反应 北约则表示将在明年初寻求与莫斯科当局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以解决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集结部队 引发各方关切的担忧 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交界集结重兵的紧张情势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拜登不会与普丁举行实体会谈 而现在最紧张的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对俄军向东阔感到心急如焚 21号对北约不愿加快 让乌克兰加入联盟的速度感到失望 并直接表明希望能在2022年获准加入 不过俄罗斯也已经明确表示 任何促使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举动 都将踩到莫斯科的红线 现在就看西方国家如何处理乌俄边界的紧张局势 欢迎新闻孙玺玲综合报道 Omicron变异株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的病毒株 总统拜登21号表示 美国有能力而且也已经准备好来对抗Omicron 拜登同时更宣布一系列冬季疫情升温的新措施 包括将分发5亿份的居家快筛世纪 同时就在拜登执政即将要满周年之际 除了疫情复燃的挑战之外 现在还面临了通膨高涨 以及1.75兆重建美好未来法案卡关的危机 戴着坚定语气 总统拜登表示 美国有能力而且已经准备好对抗Omicron变异株 并且已经准备5亿份居家筛检世纪套组 不过拜登还是持续敦促每个人接种加强剂 以提高对Omicron变异株的保护力 并斥责始终不愿意打疫苗的人 拜登还指出除了疫苗外 美国的医疗设备库存 包含个人防护装备以及呼吸器 都比去年准备充足 另外对病毒有更多了解 因此可以不关闭学校 这些都意味着与去年相比 美国目前的处境要好上许多 不过如今疫情升温 民众也不免担心是否会重返封城生活 看似对于对抗第五波疫情 已经有十足信心 不过拜登所面临的危机 可不止Omicron变异株 拜登执政即将满周年 全面临多重危机 包含疫情复燃 通膨高涨 选举权改革停滞 以及标志性法案受挫 最大的打击 莫过于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曼清 公开反对重建美好未来法案 主张财政走保守路线的曼清表示 他担心法案通过 会导致通膨更加恶化 由于民主共和两党 在参院各占50席 而共和党全数反对此案 民主党是没有跑票的空间 曼清此番表态 对拜登这项国内重大法案 几乎是致命一级 今年下半年 拜登面临多项挑战 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 民主党的些微多数优势 让法案至爱难行 维吉尼亚州州长选举挫败 以及疫苗接种措施遭遇瓶颈 尽管幕僚努力宣扬拜登的政绩 但美国民众不买单 拜登今年中仍缴出支持率低迷的成绩单 最新民调显示有55%民众不满拜登政府的表现 导致拜登支持率降到41% 再创新低 民主党焦虑明年其中选举可能输掉参众院 起义或两院都拱手让给共和党 如今疫情在一起 Omicron变异株影响耶诞假期 多州余城市筛点站要等数小时 民众质疑政府是否松懈的声浪也越来越大 华语新闻孙颖林综合报道 英特尔在表态支持人权议题之后 最近更展开了具体行动 写信给供应商要求禁止采用来自新疆劳动力的产品 也正式成为抵制新疆的企业之一 因此引发了中国媒体以及民间的强烈反弹 就在美国参众两议院日前通过防止 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后 半导体大厂英特尔近日公开表示 要开始确保供应链没有任何来自中国新疆地区的 劳工产品或服务 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议题 近几年引起了国际的高度关注 2019年美国官方和媒体陆续提出了 各种维吾尔族被迫害的资料报告 而前总统川普更是在2020年 签署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自此开始了美国政府一系列 对新疆企业和官员的制裁 根据中美观察者网披露 在英特尔近日写给供应商的一封信中 特别要求禁止任何形式的贩卖人口 或非自愿劳工行为 包含强迫劳动、债务劳工或奴役 英特尔说明 已经有许多国家地区的政府 对新疆产品实施限制 公司也遭遇了投资人和客户询问 是否有从新疆采购产品或服务 在经过调查后 英特尔确认的确不应该使用 任何源自新疆的劳动力或产品服务 此消息曝光后引起了中国媒体 与民间的强烈反弹 认为西方国家操弄新疆议题 是一个世纪谎言 也是对中国市场的冒犯 也有部分评论扬言要抵制英特尔 让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再添一笔心裂痕 华语新闻刘倩文综合报导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与正经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